泰國星期五發生了一連串炸彈襲擊和縱火襲擊之後 泰國的旅遊業受到衝擊 襲擊造成4人死亡至少30多人受傷 其中很多是外國遊客 這一連串的襲擊共有12宗都發生在泰國南方海濱度假勝地 當日正是泰國國定的節日 慶祝斯麗吉皇后84歲誕生 有幾次襲擊是發生在海濱城市華欣 那裡有泰國皇室的住宅 泰國目前是展開全國範圍的調查 警方說他們已經是逮捕了兩名男子 他們將爆炸定性為是破壞行動 不是外國恐怖主義活動 還沒有組織聲稱為系列的襲擊負責 警方還說襲擊看來是 與一個低層次的反叛組織沒有關聯 該組織自從2004年以來 一直在泰國南部和馬來西亞交界的邊界省份活動 請問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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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問一下